今天主題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法國跟台灣在生產前 目前我運氣的這個過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發現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我到這個主題可能對某些人來講覺得 啊 我沒什麼興趣 那沒有關係 我也不會明講大家去看 可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你們可以當作是聽故事也可以 我那時候驗到懷孕的時候其實還蠻初期 大概只有四周而已吧 那我們馬上就是開始找婦產科醫生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在我們鎮上 完全找不到婦產科醫生 到最後找到的婦產科是在離我家車程 三十分鐘以外的地方 就是我現在的婦產科醫生 那可是我預約到Hondeville的時間 是在我驗完孕的三周之後 所以等於說是在這三周 我在等那個時間到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我就有點不知所措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 他找我四個月懷孕 所以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 呃 我現在懷孕了耶 那我該怎麼做 因為我的Hondeville是在三個禮拜以後 那怎麼辦 他就跟我說你不要緊張 你就去預約你的嘉醫 你的嘉醫會幫你解決問題 然後我跟臭仔兩個就馬上預約嘉醫 然後去看嘉醫的時候 嘉醫就給我們一本 超級大本的媽媽手冊 對 這是法國的媽媽手冊 然後裡面就是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有一本 手冊紀錄本這樣子 然後你每個月去做產檢的時候 醫生會手寫幫你寫上去這樣子 那我的嘉醫那時候就幫我開了葉酸 然後跟驗血驗尿的驗孕單 就要去實驗室抽血驗尿 就是確認你已經確定有懷孕這件事情 在法國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是 法國的所有診所都不會 大部分都不會幫你做侵入性的檢查 就是它不會幫你抽血 不會幫你做任何的檢查 所以所有的抽血檢查 驗什麼小朋友疾病的啊 你全部都要去實驗室 就是當地的實驗室裡面做 第一次產檢期生間 當然我們就是把實驗室的驗血結果給它 確認懷孕了 它才讓我上診療台去照超音波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才五到七週 所以那個肚皮的超音波啊 我其實照不到東西 因為有可能是我的肚皮 因為比較胖 所以肚皮脂肪成員比較厚 所以我前面三次超音波 全部都是用引導超音波 就是伸進去身體裡面照的那種 因為我的家已經開葉酸給我了 所以他也沒有開葉酸給我 所以他也沒有開葉酸給我 他只有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有養貓 所以特別跟我老公說 以後我不用產貓殺 接著他就是讓我預約 下一次的那個產檢 下一次的產檢 不是一個月以後 是一個半月以後 所以他是整個跳過我 第一個運期 直接跳到三個月 就是等我運期滿三個月 我才做第二次的產檢 這是非常跟台灣不一樣 因為他就說 我就說為什麼第二次產檢那麼久 他就說 前面三個月不用做產檢做那麼密集 因為有問題的話 就是就會流掉 所以你也不用太緊張 我覺得在懷孕初期的時候 法國人跟台灣人的態度 真的是很不一樣 像如果我們在台灣懷孕 通常大家都是驗孕嘛 自己在家裡面驗孕 然後驗完懷孕 然後去做產檢 我覺得在台灣的大家好像都是很重視 每一個每個月的那個 尤其是出剛前三個月 還很不穩定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你要小心啊 你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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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醫生可能就會很很 很細心的告訴你一些事情 可是 我發現在歐美地區 他們對於懷孕前三個月 是屬於一個 放任型的態度 因為他們會覺得 前三個月因為處於一個很不穩定的情形 胎兒很不穩定 然後 流產的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對於前三個月的檢查 反而沒有那麼的密切跟仔細 他們的觀念想說 反正 你前三個月不穩定 小孩子會流掉 那就是胚胎不好 那就是註定會流掉的 所以在前三個月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檢查 因為有可能功虧一虧 那你等到 他會把所有的檢查 排在你第三個月 就是第一運期過後 他才會正式幫你排一些正式的檢查 我不知道在台灣前三個月會不會做什麼 很正式的基因檢測啊 接下來就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費用的部分 費用的話就是不用錢 就是全部不用錢 從你產檢到你做的各項檢查 然後去拿營養補充品 都不用錢 可是中間細部不一樣的是 這邊的話 他不會像台灣有那麼多的檢查 我知道台灣好像有什麼的 羊膜穿刺啊 然後基因檢測啊 一大堆這些都是自費的 可是在這邊的話 他不是這樣的流程 他也不會跟你建議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而是像我那個時候 滿三個月 就是第一運程 結束之後 他就會安排一個 基因檢測檢查 就是抽我的血去做 那個寶寶的那個血液檢測嘛 他們最做檢測是 你這個檢測有問題 你才會做下一樣檢測 這一樣檢測還有問題 才會再做下一樣檢測 台灣是這三個東西可以一直 一起 就是你自己選擇你要不要做 可以三個一起做 這邊不是 這邊是 你一有問題才會做二 二有問題才會做三 所以 我那時候做一沒有問題 他後面二跟三就不會再做了 所以 這就是 我覺得 這是蠻有趣的地方 然後醫生也不會跟你建議 你要去做二跟三 那就不會 他們就覺得說 反正你一沒有問題 你就不用去做二跟三 就幹嘛去花那個錢 再來就是 超音波的部分 這邊的超音波 其實就是那種很 classic 那種 就是黑白照片啊 看那個影像這樣 台灣我知道好像什麼 4D 3D 什麼的那種 這邊好像要去 設備比較厲害的診間 才會有 就是要看 哪個醫生有買 那個設備 他 他可能才會有 然後 據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有 他同時間有兩個 那個婦產科醫生 他說反正不用剪 他就去 看兩個婦產科醫生 沒有差 然後有一個婦產科醫生 他設備比較好 有那種4D的 顯眼 然後他就有去做 產檢超音波會幫你拍照嘛 可是他不是 十次產檢都幫你照 他只有 政府補助好像只有三次 所以每次去做產檢的時候 他好像有規定說 第幾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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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照超 會照超音波照片的日子 像我們上次去預約 我下一次要做產檢的時候 因為我下一次產檢 臭宅他沒有辦法跟我去 所以 那個櫃台的小姐就說 啊你不能來喔 下一次要照照片 這樣你就看不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神奇 就是 他不是每一次都會幫你照照片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一直照照片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普遍來說是照三次 然後有些醫生比較好 如果你跟他要求說 可以幫我照 我想要照照片 他可能會幫你照 可是要看那個醫生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然後我知道有些醫生可能會比較 不同人情 他會覺得說沒有必要 然後再來就是 運程裡面大家最害怕的大魔王 喝糖水 喝糖水這個部分的話 跟台灣是差不多 是在 六個月的時候 差不多吧 六個月的時候喝糖水 然後這邊就是 可能跟台灣一樣 台灣是不是有分三個不同的level啊 這邊都是 就是同一個level就是 喝75ml 台灣是不是有分50 75跟100 就是你一個沒有過再喝下一個 現在好像都是統一了吧 就是都喝75ml的糖水 然後 喝之前 驗一次 然後 一個小時後驗一次 兩個小時驗一次這樣子 然後 在法國的話 我喝完了 然後我覺得 還好 沒有到非常的可怕 可能是我們這邊可以挑口味吧 我們這邊兩個口味可以挑 可是檸檬 也是橘子 通常喝完會讓你待在一個小房間嘛 可是 我覺得這個要看 因為我們也是去實驗室做這件事情 不是在整間 所以 我覺得要看各個地區實驗室有沒有那個設備 如果你在比較大的城市可能有 因為像我那時候喝完糖水之後 那個護士就跟我說 也不是護士 就是 他不是護士吧 反正實驗室裡面的人喝完糖水之後 跟我說你去外面的大廳坐著 我就在外面大廳坐了兩個小時 然後看著人來人往 人來人往 我心裡想說 如果其中有一個人有得COVID 我應該就得了吧 然後還有一個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這邊有一個叫 SAGE FARM的東西 就是 駐產室 我要預約那個 駐產室 他會幫我上一些衛教的課 就是在生產前 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啊 然後 我跟他做什麼準備啊 然後在生產後 我應該怎麼做 像是餵奶啊 那麼 暢通乳腺奶 什麼東西 他會跟我講那些lilico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等我的 駐產室聯絡我 我已經預約了 然後我剛剛不是有講說 我們這個 運程期間的費用都是免費的嗎 其實不是到運程 是到生 都是免費的 就是你打無痛啊 你住院的費用啊 那些lilico的東西 全部 都是不用錢的 全部都是零元 所以 我們這邊的無痛分別 是可以打到生產 小孩子從你產到出來那一刻 你都還是在無痛 都一直可以按那個 按那個無痛的那個藥 所以 還滿划算的 我覺得在法國生小孩很便宜 然後除了運程到生產 都不用錢之外 政府還會給你錢 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後 政府每個月都會補助錢 這筆錢我目前還不太確定是多少錢 因為有可能會改變 所以必須等我有小孩之後我才知道 可是像我們目前有收到一筆錢 是 政府有給我們900歐 讓我們去準備 小孩子出生前的東西 可是我就跟我老公說 如果小孩子不小心 就是找 你知道就 不見了 那我們要把900塊繳回去嗎 他說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再來就是產假的部分 孕婦的產假是還滿長的 總共有16週 然後是從懷孕33週開始生效 就是不需要紙本 就是你33週你就必須 必須休息 就算你身體還撐得下去 你還是必須休息 所以你的老闆是不可以 不可以喔 讓你在你滿33週的時候繼續工作 所以33週的孕婦大部分都是 就是就會開始進入產假的模式 除非 你跟你的那個 婦產科醫生講說 我現在還不想要放產假 然後你的婦產科醫生會開證明 就是你可以繼續工作 可是這個很少 因為 沒有那麼 沒有就是很少 很少人會做這個要求啦 然後婦產科也很少會給開這個東西 除非那什麼特殊要求 今年7月以後出生的小孩 爸爸的陪產假變成25天再加3天的樣子 為什麼是25加3天 因為3天是 出生後的3天是強制一定要請假的 剩下的25天必須在半年內請完 然後是一次性的請 不可以拆 所以25天要連續請 一次把它請完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東西 如果有 已經生產完的媽媽 或是在 不管是在法國還是在台灣 你有什麼想讓我知道的 麻煩 麻煩留言告訴我 很抱歉 也很感謝大家 持續等我的影片 我希望 因為我接下來還有好幾個月的產假 就是在家休息的這段時間 我希望我還是能繼續再拍一些小小的影片 謝謝大家耐心的等候 那我希望我們很快的下支影片再見 希望囉 好啦就這樣子大家掰掰